中國大陸各地相繼傳出非洲豬瘟疫情 按照官方的說法 河北省目前還沒有淪陷 不過有證據顯示 河北省出現大範圍死豬已經有數個月 但是官方對疫情一直進行封鎖 無奈之下 河北大午集團主動捅破窗戶紙 自曝 死豬已過萬 但是當地官員宣稱 這是政治問題 不讓上報 21號 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 原監事長孫大午在微信上透露 大午集團的新大豬廠已有1萬5千頭死豬 但保定徐水區區長宣稱 這是政治問題 不讓上報 22號 孫大午又在微博上發帖表示 大午集團認為這些豬是因為感染非洲豬瘟而死亡 於是要求政府來檢驗 確認是不是非洲豬瘟 但當地政府不給確認 只是給予對剩下的近6千頭活豬進行撲殺 微博中還附有圖片 顯示了大量死豬 豬廠職工掛出橫幅 要求政府確認疫情 給出真相 為生豬養殖產業尋求出路 大午集團一位內部人士披露 新大豬廠共養有2萬多頭豬 其中包括3千頭種豬 而種豬的市場價格每頭有6、7千元 目前 這些豬已經全部死亡或被撲殺 當地政府曾表示給予1千萬元的補償 但大午集團沒有接受 而是希望首先知道疫情的真實情況 因為這不僅事關豬廠的巨大損失 更直接關係到養豬這一行業能否繼續做下去 也關係到大午集團的自身生育和對社會的責任 大約從去年8月開始 非洲豬瘟開始在中國大陸爆發 外界和民間普遍批評 官方對疫情的真實情況並沒有及時公開、通報 而是極力進行控制、隱瞞 官媒對豬瘟的偶爾報道 基本也都是一筆帶過、輕描淡寫 前陝西電視臺記者馬曉明向新唐人電視臺表示 只有將豬瘟疫情如實報導出來 才能引起社會重視 才能讓有關部門採取有效措施、減少危害 而隱瞞只會對社會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前《中國食品安全報》副總編輯劉鴻斌日前披露 其實非洲豬瘟在中國大陸早已失控、氾濫不堪 但很多地方都一直在白斑掩蓋與瞞報 各地相關部門心知肚明卻又無計可施 按照官方說法 目前新疆、西藏、海南、河北 還沒有報告疫情 大吾集團公開、自爆、死豬過萬 直接揭穿了河北官方系統性隱瞞疫情的做法 不過 當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對徐水區農業局進行查詢時 對方仍然失口否認當地有非洲豬瘟疫情 而徐水區政府則以不知情為由拒絕回應 據查證 至少在兩個月前 河北多處就已經出現大面積死豬 但至今河北官方沒有發布任何疫情通報 唐山養豬戶劉女士透露 她的豬場每年出籃只有500頭左右 今年冬天就已經死了200多頭 而每頭死豬最多只能得到幾十元的補償 因中美貿易戰 中共當局禁止從美國進口豬肉 改從非洲豬瘟疫區的俄羅斯西伯利亞進口大量凍肉 之後 非洲豬瘟便迅速在全國擴散 甘肅等地的檢測部門證實 目前至少有11家大型食品企業的肉製品 帶有非洲豬瘟病毒 並已在全國範圍流通